大家好,我叫Alex,是辉立证券公司其中一位交易券的同事 今天那个网上直播其实都是关于新股申请IPO 其实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zoom那里分享 我会尽量验多少数量 其实这次是主要介绍一些 怎样知道将近期的IPO在哪里可以看到 大约清楚他们的资料 甚至是他们的资料 有时候看新股大约什么要留意 知道会多个渠道 大家可以准备尤其是资金上的大约数量 或者有个时间你怎样去预备 大部分时间都会留在港交数Paylo2的网页 因为你要看新股的话 根本上最多的资料都是在这个网页 这样就会比较详尽一点 我可以大约说 例如去回你搜索网页 去回hkexnews.hk那里 因为港交所最近都将他的网页更新 你去到网页之后 去新上市 通常就是看申请版本 聆讯行资料及相关资料 你一看到那些 就是当中正在处理 就是递了申请表进去 这是第一次呈交的申请版本 这就由差不多去到年中开始了 因为如果有些已经是过了年期 那你就会看到 在没有进展那里会出现的 那这些通常就过了大半年以上 甚至一年就失效了 那失效了就有很多原因的 那这里暂时就不多说了 那以上市很明显 那就是上市了 那被发回就是有很多原因 或者资料不足 一些其他性的原因 那被发回有可能 他们要重新再 订阅过也好 重新去处理过那些文件问题也好 就是没有这样去做的 那通常这里被发回有日期 但是原因呢 就未必说会很详细 那它根据说很简单 如果复核回料申请已完成 或者提出的复核时限而过 就是他们没有再进一步做任何事情 那就没有处理到 那除了主版呢 亦都可以看到jam版的 那肯定是没有主版那么多 而且加上 港交所申告规例对jamboard那里 就算jam都上市之后 如果它满足可以上主版的要求 都要再重新递交一次上市申请 那变了其实就 都很明显就会 这个难度会高些 所以你看到 就算申请的数字 都是比以前少了 好 那 这些申请版本 那跟着其实 在申请版本 及零送后资料呢 最主要可以看到 有哪些新股呢 其实你预计到大约两个礼拜内呢 就可以开始上市了 那其实就很明显 例如你看到 中邦元林 那今天已经是截卖市申请的了 那接下来 有哪些数字 你们可以看到 可以留意呢 那今天20号 已经聆讯后完成了 第一次呈交一些比较足的资料 那这里看到呢 可以更多的资讯 包括他们一些数字 那你说 那 那你说 例如他要 有多少股份上市 但有什么价 那这些就真的要他正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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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起码你大约可以看到 那个公司的概念 知道起码 他做什么 在哪一个板块 做那个Market的 那个Sigman 他占有多少 那之后还可以大约 他的那个 那个business model 大约是怎么样 大家起码有个idea 他在哪个是做得最多 或者最好 或者哪方面 有这个 不好意思 有哪些值得留意的地方 那么 最重要 那么 最好看他们 例如 数字上的东西 好像Straw Bear 这种 那例如他本身 一个控股的安排 有哪些客户 啊 呃 营运的那个数字啊 啊 大约的增长啊 啊 无理这些啊 那要留意 那么 那除了这些 以往的数字 也都要看回 例如他 公司有可能 预计 那个 編排会是怎么样啊 啊 他预计 那个发展会是怎么样啊 那都要在 这些 Prospective那里呢 呢 就会去 出来的 那这些 大家都可以 除了在 概要那里呢 甚至在以后的 那个 业务发展啊 公司 业务那边呢 就可以 着手去研究一下的 那其实就会 建议 你 如果可以的话 都可以 scan了这个 这个 概要体 那其实就会 对 你抽IPO 起码 你起码知道公司 做什么 还有 值得去 抽多些 或者在你 银马的 那个編排 好 那就 就 通常呢 正式上市之后呢 亦都可以 就在 这个 主页那里 再去找回 的 就像今天上的 1440 那 那 所有资料呢 就可以去回 这个主页去看回 那 同一般的 是的 招股 有了 时间表啊 多少股份啊 哪个包销箱啊 哪个 bookrunner 那些全部都可以 数出来的 那 亦都可以 很快就说 公司那个网站 那 亦都会 在新股认购那里呢 就会 新股那个 本身的 那个 孖展统计啊 截指时间 上市时间 都会有写的 那 其实就会 建议 申请IBO的朋友呢 那 其实都会 看看一些 简介先的 甚至一些数字啊 大概的试验率 都可以 看一看 那 如果你将多些 这些详细资料呢 那真是建议 可以 点击参与 那个招股文件的 那 那这个就会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好 那 就 这个最基本啦 那 看看 大家有些什么 想 问一问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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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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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没有 留意有时候你进入那个 Deposit 就是那1成或者5个percent 就接着下来哪些股德就很重要的 因为你接不到其实就变成了 公司就会追你补回那个银马的difference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